Hello 大家好,我是卡格里大麦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PS News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幫忙 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通知鈴鐺,一有新影片或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 你們每一份支持力量都可以令我們的頻道做得更好 多謝大家 世界上的騙局真是無奇不有 最近,有一名來自阿根廷的網紅 早前,他決定去意大利旅行 而這名網紅,他在網上看到廣告中 展現了美麗海景的酒店房 所以,他花了很多錢去訂購這間酒店房 然而,當他去了這間預訂的酒店房 就很快發現,從露台看上去 是一個令人驚嘆的藍色大海 它有帆船和山漠 但是,恐怖的事來了 山漠,翻船,藍色大海也不是真的 從這名網紅的分享影片中顯示 在酒店房拉開窗簾後 露台外面還看到一大片海景 然而,當他將鏡頭移動 就會發現所謂的海景 竟然是一張巨型海報 露台外面正正對著其他建築物的牆壁 牆壁上貼上海報 完全看不到任何風景 而這間酒店為了遮掩這個事實 在廣告上,酒店的照片 特別只拍攝到欄杆和窗簾 營造出望到海景的影像 而這位事主也在影片中表示 感覺受騙了 我這輩子從來未被人這樣騙過 而事實上,大麥看這張相片 也有一瞬間以為是真的 很難怪這位網紅墮入陷阱 而這位網紅,他將這個影片曝光後 很快日引發網上熱烈的討論 而網民也紛紛留言說 這就是為何我總是要確認酒店位置的原因 而另一位網民也說 嚴格來說,民宿的廣告沒有騙人 這真是一間海景房 不知大家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呢? 如果你有些很奇趣的經歷 歡迎你留言告訴我 大麥今集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收睇PSnews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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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